6月5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及其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赵长鹏提起了诉讼,称其违反美国证券交易规则。 SEC在周一提起的13项指控中,指控赵和币安实体参与了广泛的欺骗、利益冲突、缺乏披露和蓄意逃避法律的网络,称两者都挪用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用户资金,并将其发送给了赵长鹏控制的一家欧洲公司。 监管机构还表示,赵长鹏和他的交易所允许高净值的美国投资者和客户继续在币安不受监管的国际交易所进行交易。 对此,赵长鹏发推表示,团队将确保各系统稳定,包括提款和存款,一旦看到诉状,将立即做出回应。 据知情人士透露,币安还面临美国司法部对其洗钱检测项目的调查。 受此消息影响,主要加密货币纷纷回落,比特币向下触及每枚25700美元,日内跌3.89%,以太坊回落至每枚1813美元,日内跌3.03%。 美军F-16喷气式战斗机6月4日紧急起飞,并被授权高速追击一架闯入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飞区的私人轻型塞斯纳飞机, 并在当天下午3点左右在上空引发音爆,产生巨大声响,令当地民众恐慌。 这架飞机飞过近飞区上空时,国会大厦曾一度处于高级戒备状态。 战斗机起飞时,总统拜登正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附近打高尔夫球。 这架私人飞机在被战机拦截约10分钟,最终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山区坠毁,飞机上共有4人,当局称尚未发现幸存者。 知情人士消息称,该机的坠毁与美国军方没有关系。 据悉,这架私人飞机于下午1点14分从田纳西州伊丽莎白顿市起飞,原定飞往纽约长岛。 据飞行器跟踪网站FlightAware数据显示,此飞机存在34000英尺的高度飞行。 值得一提的是,这架飞机已经抵达了长岛,但其并未降落,而是在长岛上空掉头,并在华盛顿特区上空直线下降。 有航空专家分析称,飞行员可能在飞行过程中因缺氧而失能。 为防止乘客跌落或被推下轨道,大都会运输署MTA日前宣布, 耗资1亿美元在时报广场站、曼哈顿的L县第三大道站及皇后区的7 Boulevard Archer Avenue JFK三个地铁站安装站台安全门的试点项目即将开始施工。 MTA此前认为,由于数十亿元的成本和工程难度,无法在一百余年之久的纽约地铁系统安装月台门。 据纽约市警表示,纽约市去年至少有25人被推跌落铁轨,比前年的21人有所增加。 截至今年5月21日,已有3人被推下铁轨。 各方人士和民众要求安装安全门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乘客联盟负责人对此表示,许多命案都发生在有警察的站台上,安全门不能解决地铁危机的一切问题。 苹果公司6月5日在WWDC开发者大会上发布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混合现实MR头显,Apple Vision Pro。 为7年多的开发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将苹果带入了一个新的计算市场。 Wision Pro搭载M2芯片和全新的R1芯片,R1主要处理来自摄像头、传感器和麦克风的输入。 配备独立的有线电池,续航时间为2小时。 融合了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允许用户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他们周围的空间中查看应用程序。 用户可以用眼睛和手在应用程序中导航,并通过语音进行搜索。 它可以用来观看电影、图片或视频以及玩视频游戏等。 它具有可调节和可互换的部件,可适应不同的面部形状和大小。 售价3499美元起将在明年发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